或正觉的时候了 修行须知 一、我们应该让死生保持独自一人 无有无败 以此寻求那无谓的父母吧 二、不要嫉妒聚格者 要汲取聚格者的功德特质 三、不要关心自身的福乐 而是要为他人的安乐而担忧 并且仁慈地对待一切众生 四、要升起四五阳性 要像照顾自己的孩子般 照耀所有众生 五、死生的年纪 是牛鱼往昔的业力 因此不要换退到他人身上 六、若想迅速觉醒 并成就无上证悟 最重要的是 是在一切禁欲中 关照自己 要像心价娘一样 小心翼翼 审视因果业力 控制自己 为修道带来增上的进展 有三个要项 一、要去除会妨碍增上进展的果实 二、要打好增益修持的基础 三、并努力修持 能让增上线前的方便法门 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奥弥陀佛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 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 离开痛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什么 把佛像、把经文、把咒语 印在帆布上 磕在石头上 随风飘 风吹到哪里 三二道的众生就离苦 风吹到哪里 这里面就三宝的加持力 当地就可以消灾严寿 就可以圆满 就可以满怨 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 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凡 咒语、佛像 到处送给人家 挂在车上、挂在山上 挂在任何地方 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 弘扬在全世界 让这个世界小灾难 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 我们就把凡琪寄给你 也多护持印经协会 这个大量制造三宝 风马琪的功德 护持正号1965-8482 1965-8482 不明中华印经协会 不明中华印经协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山巅溢出的云彩 像瀑布般 顺着山势倾斜而下 追逐着光影的五彩 一片斑斓 有些栖息在山谷里 穿了天童放牧的羊群 古塔绕烟雨 荆棘明远乡 姬竹山和中国佛教四大名山齐名 又有中国第五大名山的美誉 姬竹山 相传是苦行第一大家设尊者 入定的圣地 千年的佛教文化遗迹 是朝圣者 一定要先去朝拜的佛国圣地 姬竹山的山势 北西北而面东南 前列三峰 后托一领 行入姬竹 所以得到姬竹山之名 7月由海淘法师领终的云南朝圣行程 到达昆明后 便先到滇池仿生水族 往生静佛 春月再来 春月再来 五度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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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日一早 随即驱车前往位于丙川的 中国佛教圣地 姬竹山 季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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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族谐音 鸡元触发 鸡元族 是新云老和尚 入世慈航普渡众生的第一个道场 鸡族生下的主圣寺 便是新云老和尚 曾经驻席洪化之地 鸡族生寺创建于明朝 在新云老和尚 住持期间 曾是鸡族山 规模最大的 丛林稻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進祝聖寺的大門 首先看到的是月牙形的仿生池 仿生池之間 有一座八角亭 寓意八正道 表法按八正道修行 就能從此按到彼按 八角亭正道的照壁上 會有吉祖山全景圖 從中可領略佛教聖地 吉祖山寺安的全貌 由下朝上走過八角亭 旁邊的大石為雲夷石 相傳 當年修建祝聖寺開蛙放生池時 見此石不可動 迅運大師對著石頭開始 石頭不可思議地移動到現在的位置 經過雲夷石 針對的就是兩棵高大的柳山樹和天王殿 柳山樹是虛雲老和尚親手種植 藏經樓下的羽花台 曾是寺院的獎金說法處 傳說當年修雲大師在此獎金時 周圍所在的昙花不是只開一線 而是今月不敗 現今在祝聖寺後方還有一座供養著 遜老和尚設立的石塔 但是祝聖寺 這也是一座供養著 正在祝聖寺 更新的一座供養著 藏經 在祝聖寺 因此 祝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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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